透过文学阅读希望帮助青年学子建立起写诗的基础 诗人汪启江自海军中将退役后仍持续的创作 他不仅在文学上开创独特的海洋诗 现在也在教会中开设阅读写作班 教青年学子如何记录生活感受人生 基本上我自己本身随时有笔记本带在我的身边 一个念头进来一个很美好的文具 和我读到某一段印象深刻的话 我都把它记下来 这就是生活的养分 其实写作就是把生活的养分怎么样把它再润量出来 支配出成为自己的一个体会或者自己的一个印证 我觉得这是写作中间很重要的 另外一点就是写作跟语言不一样 语言要有条理使人家了解和理解 但是写作不是 它有一个文字结构 因为你的文字结构如果排理的不清晰 你的语言所能表达的 但是文字表达不了 所以因此在写作中间一定要很多文字训练 在文字训练的过程中间 就是如同绘画一样 不断地从许多的模拟的中间 描绘的中间来写你自己的印象和你的感觉 所以我随时带了一本笔记本来写下这些 而写下这些不是作诗啊 这不是诗啊 这就是一个散文跟小品的记录 散文跟小品的记录 我的一位前辈告诉我一句话 散文写不好 诗绝对写不好 写作并不一定要像写日集班 忠实的记录过程 片刻的感受都可以写下只字片语 毕竟人的感受瞬息万变 也许这些记录 能够为将来的学业 工作和人际关系 带来影响也说不定 同时也慢慢地奠定自己的写作能力 法级新闻五庸区高雄采访报导 并不定的 我认为这些写去的写作能力